我可不可以带他们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跟孩子说 我们在长生的时候或者平常常会有龙天护法在保护着他们 那请上师跟母亲解释一下 到底佛教里面龙天护法指的是什么 这样的 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当中有一部分人世间的圣 可以叫它是有一种非人的形象来经常帮助 包括我们的四大天王 还有天上很多的天资来保护我们的国家 人们 这也是佛教在寺院当中经常有四大天王的修法 四大天王的这种造像 还有一些龙王 所谓的龙实际上佛经当中也专门有一种叫做龙王清闻经等等 这样的话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土地圣 每个隧权都有大的龙和小的龙 它们有掌控着 所以这种龙特别喜欢一些干净清闻的 因此我们对虽然保持清闻等 对龙王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平时就比如说做供养 做布施 这个时候专门有一些联诵的祭诵 通过这种联诵的祭诵 对整个天龙八部有帮助的 虽然我眼睛可能看不见 但是无信的这种众生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多的 我们应该要相信他们 我们说明了有八个人的奴族 也有八个人的奴族 也有很多奴族 也有很多奴族 我们也有四个人的奴族 在佛经上我们也有一个许多奴族 是一个许多奴族 即使值得好的奴族 还有给你的奴族 在各个安家上 大臣 anim时 他们更长的奴族 他们都喜欢干干干干的 他们要尽量的情状 他们要在冠身上 бан人和平 他们 refuse自己 Seeing 他们喜欢小刀一样 所以我们把内奴族的主持有醒 我们所�忽有关的 那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也開始勉強 祝祝聖上 這裏是祝祝祝祝 kne der 他們會 Critiquei我們更好 那是我們可以佳奈 我來打醒這次 詞曲 孫珮詞 詞曲 孫珮詞 文詞 簽詞 詞曲 孫珮詞